Hello各位Bazaar WOW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葉亞瑞 原本在演員請就位裡 最想挑戰的戲是什麼 我其實想挑戰比較歇斯底里一點的戲 霸道總裁也不像我 從來沒有活在這麼奢華的世界 又或者是管理一家公司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在努力的 活在失去理智之上 因為很多的壓力 很多的困難 所以其實我特別佩服這樣的角色 以及感全是這樣的角色的人 是因為他必須要在拍拖那段時間 讓自己在那個狀態之下 之餘呢 他還必須要在殺青 或者說下戲的時候 立即的找回理智 這世界的成見是否有阻礙過你 我覺得這世界對於每一個人的成見 都不容易脫掉 我在內地比較多認識我的是歌手的身份 所以來參加這個節目 演員這個身份 就是我力圖想要把它擺在觀眾眼前 在很多人的成見之下 能夠接觸到的劇本 可能類型上就變化不那麼大 所以你說演法能夠做多少的變化 那也是挺難的 所以其實成見對於不只是我 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說 它都會是一個相當大的阻礙 我覺得重要的是 怎麼樣去看這個成見 如何去面對這個阻礙 那些就是你一直就是 活在別人目光中的人 能夠做到嗎 活在別人目光中的人 比較痛苦 因為人太多了 你不可能一一的滿足每一個人 對你的想像 我也曾經是活在別人目光中的人 我也曾經很在乎 外界對我的評價 然而我發現一件事 如果你專注地找到了一個目標 努力地在這個目標上面的這個路途中 不斷地靜靜自己 你其實很難去關注到別人對你的評價 因為你在往前 他們卻在關注在過去的那個你 你的這一秒已經比上一秒更好 但是他們不知道 所以他們的意見也不那麼重要 呼吸和吻吸哪個更好 兩個都沒有很難 如果你在一個劇本中 感受到這個吻吸是很尬的 又或這個呼吸是尬的 那對誰都難 男演員我自己大少出這種 然後你一定會少 其實我必須說 我是一個喜歡接吻的人 所以我平常確實沒有 吝嗇分享 其實感情世界裡面對於接吻這件事情的喜好 又或者說我的經驗 所以對於演戲可能在這一方面 也有比較多的可以參考的東西 你可以猜測一下周圍導演組 分別是會獲勝嗎 在靜明導演那一組 我覺得是金靜吧 因為我覺得金靜其實 他有一個最單純的心 就是他喜歡演 然後他也只要能演就好 趙薇導演組可能就有一點王生和哲漢之間 比較難去分出一個高下 趙薇導演組應該是周琦吧 薇薇也是 薇薇雖然跟我演過戲 但是我覺得周琦他 雖然目前還是比較依照本能在演戲 但是他也因為這件事情 我覺得演戲就是不能多 那我們這一組真的不知道 因為三個男生 我也不願意就是認輸這樣 但是在這過程中 確實每一個人都有精彩高光的時候 最好就是三個人一起 這個萬一到時候沒有不是很久嗎 謝謝大家對我的肯定的支持 你們的票讓我知道我可以繼續努力 當一個演員 然後我也會繼續努力 所以說演員請就位裡對四位導演的印象 大家對於凱克導演的一些既定的形象 可能都是比較威嚴 實際上我們在拍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是一個很享受拍戲過程的導演 就算是他到了這個輩分年紀 他還是像個孩子一樣 好像他在每一次的拍攝東西也在學習 活到老學到老 但能真正去體現這件事 或者是真正願意做到這件事情的人 真的少之有少 那我想我們這一組的演員跟導演 都有在這個狀態裡 唯一能夠比較有接觸 應該是邵宏導演短短的 就是在混搭的那會兒的時候 有聽到他講話 可惜沒有跟他真的合作 但是我看到他的一些 看到邵宏導演的一些片段 我是很喜歡他對於生活的那一種 生活系的那種處理 就是沒有太多多餘的台詞 也沒有太多多餘的動作 這是我覺得他厲害的地方 然後趙薇導演是每一個作品 我都覺得他很敢挑戰 很敢玩 我覺得他在做導演這一塊上 我看到他非常非常的有決心 也是將來我很想要去 也許可以跟他一起合作的一個導演 那靜民導演 確實在這個理論學術上面 每次在講評的時候 我都會被他覺得 好像說的挺有道理的 所以在這一塊我還蠻佩服他看的挺多書